本影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电流大战 富商 世纪天才发明家 奇迹玉堂 超华丽 演员阵容之间的 尔虞我诈 争夺ACDC的庞大商机战场 一起来看看最后到底是谁可以赢者通吃呢 说起来 这部演员阵容超漂亮的电流大战 其实发行上映的命运还蛮坎坷的 原本最早是安排在2017年圣诞党期的一部片 因为种种因素是被一直延后到今年暑假 台湾这边才终于有机会可以看到 然而也因为中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期间各位可能多少有看过里面好几个演员 在其他电影里面的一些表现互动的 所以想必大家在看这部电流大战 会莫名产生不少的既视感吧 在这部电影的开始 先是以班奈迪克康伯败区饰演的爱迪生 站在雪地的一幕揭开了序曲 而这部片其实是用了几个主要角色来回 以时空交错并且是插序的方式来说故事的 先说明一下德 虽然电流大战是改编了真人实事的故事 不过当然了 未来要让剧情紧错好看 有些事件发生前后的数据 可能与真实是不一样 在里面 故事主要时间周线是由1880年开始的 包括也先介绍了乔治·威尔斯丁豪斯的背景 由麦克·夏农所饰演的另一个重要对手 发明了火车的空气刹车 掌握天然气支援 在爱迪生还没开始声明大爆发之前 威尔斯丁豪斯就已经是一个相当有钱的实业家了 不过在看到爱迪生以相当戏剧化的方式 引导有钱人来到了荒郊野外 展示了这个画破黑夜 也开装无限商机与想象空间的灯泡裙子后 局势是开始出现的变化 代表电力时代即将来临 能源的使用将会出现的重大改变 在电灯泡还没有发明之前 当时主要是以燃烧天然气来作为夜晚的照明 而虽然爱迪生不是第一个发明灯泡人 但由他所改良出来的灯泡却是大幅提升了灯泡的使用寿命 四枪电与电灯泡进阶可以实际应用到生活上 所以落爱迪生的成功 则是成为威尔斯丁豪斯事业的一大威胁 不过看到了威尔斯丁豪斯也不是省油的灯 后续也开始了一连串的应对计划 包括想找爱迪生来合作 但却是碰了钉子爱迪生的火车过战不停 后来也就发展出了两个人陆陆续续一连串耳鱼我诈 你来我往是斗志也是商业版图的竞争关系 看到在那个时代包括电灯泡这些新发明 是经过了一个开始慢慢的走向民生大众的过程 在延长了灯泡的使用寿命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思考如何架构传输电力的系统 所以来普克一下 这部电影里面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交流电与磁流电 就是ACDC 也同样是这个澳洲摇滚乐团名称的来源 在当时爱迪生点亮世界的远到梦想 使用的是磁流电的DC 是一种方向固定不变 不随着时间来交替变换的电流 但是在传输DC电池 随着聚业增加电压会大幅下降 传送范围无法超过1.5公里 所以在短距离之内就需要设置一个发电站 而另一边在威士丁豪舍阵营 为了与其对抗则是用了交流电的AC 是另一种方向随时间而交替变换的电流 第一座发电站是建于纽约的珍珠街发电站 并在1882年领先全球爱迪生这边的创举 是率先照亮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带 不过由于爱迪生使用的直流输电系统 是有传输具有的限电限制 所以威士丁豪舍想办法另外从交流电下手研发 并且更是与爱迪生开始出现公司化的竞争 威士丁豪舍所成立的西部电器 是对上了在这一批摩根投资爱迪生 所成立的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 包括了在电灯泡设计专利 HTC的使用 甚至是发电设备 供电线路网络等等 都成了两边相互攻防的重点 在电流大战的时代背景之下 故事剧情里面出现的重点人物 除了前面看过的爱迪生与威士丁豪斯之外 还包括了左右两边阵营的一些关键角色 像是小蜘蛛的汤姆荷兰饰演的 瑟米尔·因萨尔 故事里面是奇异博士爱迪生的 小助手小秘书 不过当然了 在真实历史上 因萨尔也是一号大人物 是一位出身英国的美国商业巨头 而由贵族与他们产地 系列过来的凯撒林华特斯顿饰演的 玛格丽特 是威士丁豪斯的贤内之处 在剧情里面是多次展现的 比威士丁豪斯更豪迈的气魄与胆势 但以后相当尽心尽力地 在帮助他老公 然后在随着电流大战的开打 故事里面是用了美国整个各州的地图版 并以红黄两色灯泡 象征了HTC两边势力的 鼻掌我消的局势变化 在两边开打之后 交流电阵营这边 因为造价便宜 所以一度西乌在美国各州是占了上风 而两大企业除了是以美国为事业的竞争舞台 各自在各州的各个城市工程掠地之外 也出现了一些台面下的小动作 其中则又以爱提森这边的动作 以现在重新回顾历史的角度看来 其实并不如一般大众在课本上读到的那样 会发现爱提森是用了不少的伎俩来暗算西乌 像是以其中的各种技术产品发明 控告西乌侵犯爱提森的专利权 重商西乌宣传交流电致命的危险性 甚至还在实验室以交流电电死一匹马 来向社会媒体证明交流电真的很危险 然后更是另外出称的电影的发明 就只是为了要打击对手 让社会大众认为 持有电才是真的名次的选择 在这部电流大战的电影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历史上应该是更为重要的角色 有尼可拉斯霍特所饰演的尼古拉特斯拉 不过这故事偏向于是以爱提森与维斯丁豪斯 半代迪克和康伯败区对上迈克夏农为主 两个大咖的龙真虎斗演技大车评 不只是拼创意发明也是竞争商业庞大力 所以剧情也是透过各个不同事件 而解析在遇到不同固境时 两个对立角色所做出种种关键的抉择 像是爱提森是有一种特立独行的故事 在其中就连小秘书Insta都看得出来 爱丽森一直坚持持流电并且用气陷害西湖 这些是不正当的 但爱丽森还是不改他自己的看法 而维斯丁豪斯原本也快被各种留言 诸如交流电会害死人的说法 攻击到快撑不下去了 不过其中特别穿插一两段自己过去的经历 来呼应维斯丁豪斯也是具有不屈不牢 其实具有敏锐观察对事物具有丰富的尝试 所以最后还是由继续坚持下去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艾芳索 葛梅之雷琼 前面较知名的作品是在欢乐和唱团 美国恐怖故事等影集里面指导过其中几集 而这部片不但是故事剧情及具传奇色彩 包括那个年代的几个知名的发明家 企业家有钱人甚至是政治人物 大家是为了庞大的建设商机名望财富 并且是一两边为了赢得在1893年 芝加哥博览会争取到建设整个博览会 照明合约为故事的高潮 是各自展现的狼性 西乌这边也使出了手段 取得爱丽生指导设计电影的秘密信件 来遏制爱丽生继续对西乌做出不实的指控 另外前面提到过的特斯拉 在剧情的后三分之一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并成为逆转整个地图大战的重要转捩点 所以下一段预告之后将来介绍最后的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电影或想保有点神明感人 建议看到这里 就好咯 剧情里面要比爱丽生更为天才 也更是具有传奇色彩的 便是尼古拉特斯拉了 不过比较可惜的如果是想看特斯拉与爱丽生擦出火花的观众 会觉得比较失望一点 特斯拉的部分穿插在剧情里面 描绘其实比不上爱丽生与威士丁桃斯那么多 前半段特斯拉事先来到美国 并且是加入爱丽生的研发团队 但特斯拉并没有受到爱丽生的重视 所以特斯拉后来是自己自立门户 经历过自己创业没有成功跑去卖劳力 并在后来剧情的关键才加入威士丁桃斯 以它研发出来更具有效率的交流电发电机 实际上西湖这边是虎天意 终于是以更低价更有效率的发电传输方式 不然是一举拿下了 芝加哥博览会的照明合约 后面也一他设计在尼加拉大部部建设了发电厂 西湖这边主张的交流电最后是赢者全拿 导致后来整个现金世界就多次以交流电发电传输 而更为有趣的 剧情也以首位受到电影处决的人 来对比讽刺爱丽生在电流大战中 意外留给世人的另一个重要发明 总结起来 这是一部揭发不为人知 带出一般大众所不知道爱丽生第一面剧情电影 故事具有巧思帝 爱丽生 威士丁桃斯 还有一部分比例不太高的特斯拉发生恩怨种种 来穿插编织出劳富趣味高潮迭起的电流大战 以现在网路上越来越多负贫为被掠伤的人 里面对爱丽生描述是比较手下留情 认为其实还不至于是太过严苛评论 比较像是偏向的是坚持纪念甩一些小手段而已 不过解释这样也还是蛮颠覆大家的印象 而其中奇异博士爱丽生加上蜘蛛人的小秘书故事后面因为电流大战失利 原本的爱丽生电影器被改成爱丽生奇异 里面奇异博士不但是电内合作的小蜘蛛 整个中文名称都应起来感觉也有种莫名的玩儿 另外介绍大家可以延伸阅读的 是2006年的金刚狼大战蝙蝠侠的顶尖对决 里面有借由两大魔术师的对决 以预对比带出了特斯拉对爱丽生的背景 也是一部蛮有意思具有娱乐性精彩的电影 而除了留神机电灯与电影之外 里面还穿插一些连续动作的图片 并也带出了最早电影放映机的发明 所以故事的最后面也呼应了最最开始 看到了爱丽生在雪地里 原来是拍摄尼加拉瀑布的一集来作为电影的结尾 更是用来表示爱丽生虽然输掉了电流大战 但是在其他领域所开启无限创业的可能 还是留给世人相当珍贵丰富的资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